Inpress 档案功能介绍 在上个单元我们把第一个投影片加上制作人王大明这个文字物件 那我们来练习存档 我们到档案功能表这边点选 您可以直接按储存 那如果储存的时候就会把原来的简报给盖掉了 好,假设你不想把原来简报盖掉 那你可以选择另存新档 好,当您在制作简报的时候 如果不确定你要不要盖掉的时候 请你选择另存新档 好,选择你要储存的地方 好,改变一下 原来我有个职务介绍 我把它加上一个1 好,这样才不会把原来的简报给盖掉 好,储存 好,这个时候您可以看到我们的标题列 档案名称的部分已经做了改变了 好,这是有关于储存和另存新档 好,假设我做了一些变动之后 把文件都砍掉了 乱七八糟了 好,假设这样子 我想恢复原来的档案一开始的样子怎么做呢 到档案 你可以选择重新载入 好,这个时候变更我们不要了 我们取消所有变更暗示 好,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读取档案的时候 好,所以您可以试试看看重新载入 好,那其他部分我们来认识一下 新增 好,我们可以新增 其他的LibreOffice的一些文件制作格式 例如是文字文件 试算表 还有我们正在操作的简报 好,这边是我们先不选择 好,开启 您可以同时开启两个简报 好,练习 我们点选这边认识电脑 好,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的Inpress 已经开启的另外一个简报 好,先选择关闭 好,再来我们看档案 还有你最近的使用的文件 好 好,再来精灵 我们往后会介绍有关于精灵的部分 还有范本 那关闭呢 就是关闭我们这个Inpress 好,离开Inpress了 好,那汇出 您可以把你的简报汇出成其他的格式 好,例如 汇出成网页的格式 好,或者是图片的格式 JPG 好,还有PNG的格式 好,那这边我们不做练习 好,取消 好,会出成PDF 好,那会出成PDF呢 就等于是一个文件格式 是不能有所谓的动态效果了 好,我们再选择 另外一个另存新档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如果说你要储存成微软的简报格式 您必须在档案类型这边 点开 好,找到你要储存的微软的PowerPoint的格式 PPTX或者是比较早期的PPT都可以 好,我们这边也不做练习 先取消 好,刚刚跟各位介绍的是有关于Inpress的档案一些操作 新增 开启 还有另存新档 重新载入 汇出这部分 好,这个单元介绍到这边